获得2023爱奇艺尖叫之夜综艺单元 年度原创综艺荣誉的事 请看大屏幕 综艺单元 年度原创综艺 我在节目里提的时候 这个节目还只有一张PPT 当段子照进现时 种地成了年轻人最好的一门 首档真正扎根土壁的 全继时田园综艺 长短视频加Vlog加直播 开启三线追踪新模式 独立兄弟 它以小切口链接大文明 让无土时代的年轻人 与土地 粮食 乡村产生真实的连接 以文艺形式创新传播农耕文化 真正干好一件事 2023爱奇艺尖叫之夜 综艺单元 年度原创综艺 种地吧 恭喜 种地吧 恭喜 让我们有请种地吧的团队 上台领取荣誉 10个晴天 有请 江斌老师 张碧珍老师 还有十个晴天 还有十个晴天 还有一件 好爱的 恭喜恭喜恭喜 多么有序啊 团结 排一排站 我们站在舞台中央 那咱们 咱们谁来分享一下 好 感谢爱奇艺 三年前 三年前我提出来说 想做一个种地的节目 身边没有人看好 然后问我说 种地啊 谁种 如果刘德华来种 我会看的 但是显然 我请不来刘德华 但是我请来了 十个少年 感谢爱奇艺 给我们这样大胆 创新的机会 然后感谢这个节目的 制作团队 点火樱桃 还有杨长岭导演 宣传总监 陈辰为这个节目的付出 感谢我们的十位少年 两百天 一直在土地里面 耕耘播种 然后明天 他们将飞回杭州 马上就会回到地里 开始收割水稻 感谢 感谢现在还会支持 我们综艺的 所有的客户 相信我们综艺的影响力 谢谢大家 让我们一起相信 土地的力量 谢谢 感谢感谢张碧珍老师 好有请 江碧老师 大家好 我是爱奇艺的江斌 我要感谢蓝天下 相信爱奇艺创新的决心 把这么好的内容 放到爱奇艺 然后要感谢 我们整个节目团队 两百多天的努力 以及一年的创作过程 感谢创作团队 点火樱桃 和爱奇艺的小怪兽工作室 然后最后 我要感谢我们一位心情的园丁 张绍刚老师 感谢您对十个擎天的陪伴 谢谢 好感谢江斌老师 那接下来 马上明天回田里的十个少年 大家好 好 我们是十个擎天 在这里给不太了解 十个擎天的老师们 稍微科普一下 十个擎天是一家 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的 一家农业公司 那现在站在这里的 十位白衣少年 就是这个十个擎天的 公司董事们 刚才我们的张碧晶老师 也说了 明天我们要回去要收水道 然后我们十个人 其实除了是心动人 其实也有演员 歌手 也有说唱歌手 对 希望在我们农闲的时候 各位老师 各位制片人 各位导演 能够看看我们十位少年 谢谢老师们 好 很长啊 这段话 我接下来要说我们的感言 首先呢 要谢谢我们的 爱奇艺 谢谢爱奇艺 在我们这个 看起来人生最低落的时候 让我们参与这样的节目 让大家看到我们 让我们一起共同进步 谢谢爱奇艺 接下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 蓝天下 谢谢蓝天下 谢谢蓝天下选择相信我们十个人 并无条件地支持我们十个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 谢谢蓝天下 对我们的爱护 最后 当然要谢谢 最爱我们的 合伙人 谢谢现场 还有屏幕前的各位家人们 我们愿意称之为 我们的合伙人为家人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用八个字 来表达我们彼此之间的爱 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十个晴天 做大做强 谢谢大家 我们是十个晴天 请大家继续关注 《种地霸》第二季 谢谢 谢谢 谢谢十个晴天 让我们再次恭喜 《种地霸》 请到台下稍坐休息 《种地霸》第二季》第二季地霸